又大臣一章第五卷说 推求 设知未见 以上 是广义 反而是有思虑 计较 分别 推求 等等 都叫做见 这是见的广义 有直观的实说 做决定节 明知未见 这个意思 跟前面不一样 这个意思下 维持 决定心的知见 就是你的想法 你的看法 决定的 这个叫见 这个意思 比较下词 见 有邪正 有 有 有断肠 等见 通通叫邪见 在这个地方 我们能体会得到 邪见 邪见 正见 都叫邪见 游见 无见 断见 长见 统统叫邪见 为什么 自信 亲近 心里头 什么都没有 哪来的 正见 所以 会能大 四十的好 本来 无一无 活出 越尘埃 如果 你有 你心里还有 邪见 正见 有 尽 无 尽 断 尽 常见 断 尽是生命 常见 是不生 不命 你还有 这些东西在 统统叫邪见 那这些东西经上不是常常有说吗 对的 经上没错 你对它只要有执着 就邪见 你把这个东西放在心上 就坏了 到最后 你阿弥陀佛也不能放在心上 恭喜你 你真的无伤 迫切 但 妙去尾 没有正到妙去尾 这个阿弥陀佛是正见 确定不能放弃 阿弥陀佛 正见 一个就够了 不要再多了 阿弥陀佛 为什么 再多了 都变成协见 阿弥陀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